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是豪华轿车 当我用车用到最顶级的时候 肯定是要买一台像奔驰S级那样的豪华轿车 或者宝马7系那样的车型 但是现在SUV已经占据了 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多半壁的一个江山了 所以在SUV这个领域 人们也在想 是不是能够有一款真正的豪华的SUV呢 现在其实制造SUV的这些厂商 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上在最近这段时间 就开始正式的推出一些真正的豪华SUV 比方说宝马在今年推出的X7 欢迎收看这次的夏东平车 我今天试驾的是宝马的X7 那顾名思义 你看到尾号都知道了 既然是X7嘛 那它肯定是X当中的T系 首度发布概念版的车型的时候 我就去看了这辆车 而且还跟宝马的高层在一块进行了探讨 包括它的首席设计师 当时看到那个干件车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窄 非常非常细的灯 配了一个特别高的双肾中网 那可能比现在这辆量产车 还更加的夸张 适应了一段时间 才能够让自己接受X7的外观设计 但是宝马坚持了这个设计 并且把它作为量产车推出了 而现在我们在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越来越顺眼了 但是仍然让这款X7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它仍然采用了这种开眼角的设计 让大灯和中网接在了一起 而且它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就是它的大灯特别的窄长 而中网则显得很高 这是现在市场上存在的 我们所认知的BMW车型当中 这个双肾中网是最大尺寸的 那在这个宝马史上最大的一个双肾中网之内 它还有它的一个高科技的配置 就是它这个中网内部带有可以自动开关的百叶窗 也就是说当它在高速巡航时候行驶 或者说在平常散热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它这个自动的中网它会关闭 那使整个车头封闭起来 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降低了这款车的风阻 让它的空气阻力更低 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油耗 那么这款车它的风阻系数有多大呢 以如此之魁梧的身材 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33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卓越的数字了 另外呢 在这款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特征 就是作为顶级的车型 它标配了激光的LED大灯 那它有一个很鲜明的蓝色 在大灯的灯芯上 它在夜间呢 它这个蓝色也会亮起来彰显自己 说告诉你我是用的激光LED 那么这个激光LED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照射距离是普通LED大灯的差不多两倍 它的照射距离能够达到600米远 而且它的光线更接近于日光 所以说我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不但看得远 而且光线反映出来的景物呢 也更加接近于我们白天看到的景物 要说X7有什么最主要的特征呢 这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个字 大 这是宝马史上制作过的体型最大的一款车 整个的车的高度啊 能够超过了1米8 而且它的长度呢 可以达到了5米1以上 那么它的轴距是3105 就是基本上是3米1的这样一个轴距 那它为什么要把这台车做得这么大呢 那很显然就是为了能够让里面的空间更大 能够做三排座的乘客 那除此之外呢 你看这样巨大的体型 这个车身的高度 它的比例能够让一个22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看起来很和谐 另外在它的侧面你会看到这个电镀条 有点类似于一个冰球杆一样的电镀条 这根电镀条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它在标示着它属于BMW里的旗舰系列 7系列 X7系列和8系列 这三款车型构成了BMW旗舰的最顶级的车 而它们呢是被当作一个专属的高档系列来打造的 只有这三款车才能够采用定制化的方式来去购买 当然我们试驾这款车是比较标准化的进口的第一个版本啊 那么在我们进入到车厢内部之前 当然按照常规还是要看一看 它的行李舱有很独到的地方 并且呢打开之后会让你有一种哇的感觉 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作为一个高端系列当中或者说高等级的一个车型 在车尾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设计 你看它这尾灯基本上就是采用了7系的那个设计 一个很宽的电镀条 把两个L型的尾灯连接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上下分开来打开 这个对于这种车身非常高的SUV来说 这种结构是更加科学的 因为它占用的纵向空间会更少 在这个后边的下半部的尾门上 我们看到两个按钮啊 其中有一个按钮是空气悬挂的按钮 当你按下它之后呢 它可以将整个车尾再降低4厘米 以便你装卸物品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而它打开也是电动的 打开之后你看到了后备箱 你可能有个疑问说 哥们儿 哇什么呀 这么窄 还得打开一个东西 就是后备箱的盖板 而且这个盖板呢 是可以自动停在这里的 打开之后 你再往下一看 你就会哇了 就是一个备胎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因为它用的是零压续型的轮胎 所以它没有备胎 那把这两者加在一起 这个后备箱能够提供超过320升的容积 除此之外呢 在后备箱上你还是会发现一些更加精巧的装置 因为像这类三排座的SUV 现在很流行的方法就是 你在后备箱能够特别方便的 把前边的两排座椅都放倒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六个电动按钮 这六个电动按钮 其中四个是控制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座椅的靠背的 另外还有两个按钮是一键收放 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完全腾空这个后备箱 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装载平台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放座椅 而只需要按一键装载空间最大化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两排座椅全部都放倒 一次性就解决问题了 S7的内饰 有点让我觉得失望 为什么呢 太标准化了 你在所有的宝马车上看到内饰全这模样 但是有一些地方还体现作为X7 它的这种顶级的旗舰车型的特征 就是它用的材料都是非常好 你首先你会看到完全用真皮来缝制包裹的仪表台 门板 那以及它的整个车的内衬 都是用高端的欧地兰的材料 来繁荣的包裹 水晶的排档头 这个水晶的排档头 其实它的加工还是相当精美的 因为它是用的完全无色透明的 切割的看起来像是宝石一样的水晶 里面衬托着翻亮的X字样 很精美 同时它的iDrive的悬崖按钮 上面也是采用了这种像宝石一样 不同的反光面的这种水晶的感觉 同时它有刻花 旋钮上面都有刻花 当我们打开中间这个盖板之后 我就会发现一对背托 这背托看起来很一般 但是你在背托下边你会看到 两个控制按钮 左边右边各控制这个背托的加热和制冷 那这就是高端的体现了 再有一个就是前面的无线充电板 当你把你的苹果手机放在上面 无线充电的时候 它同时也就无线连通了CarPlay 宝马的人机交互系统就做得非常到位了 它除了它车本身自带的人机交互系统 现在已经作为官方进口的车型 它已经完全是中文化的一个人机交互系统 而且是自然语音识别的 它所有的功能都能够达到完整的和中文的适配 而且用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 另外它还可以和中国版的iPhone手机 形成这个CarPlay 无线连接的CarPlay 那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手机在车里 和它建立了连接之后 你根本不需要把它放到无线充电板上 那它的无线CarPlay就自动连接上了 而且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上面都是中国的应用 全都是中国版的各种应用 希望用自己的手机上的高德导航 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在这个时候除了导航之外 你在手机上边一些和苹果CarPlay 进行了适配的这些应用 都可以使用到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在这一方面 可以说宝马的产品 在人机交互这一块 应该仍然是全球领先的 那坐在右前座上 你感觉到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坐姿是相当的高的 你坐在这的时候 你的视线完全在仪表台 和发动机盖的上方 整个的视线显得非常的通透 在这个时候 因为它的车足够高 所以你头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玻璃车顶上面还带有 这种星空车顶的设计 另外在这款车型上 你还会看到一个很高端的装备 就是它的音响系统 这个音响系统是BNW的 高级在哪呢 除了你可以在门上看到这些 用铝合金这种装上起来 阳气罩之外 环视车内你会发现在它的 整个车顶的这个纵梁上方 也会布置着音响 你会得到一个完全被音响系统 所环绕包围了的车厢 这空间的部分 我现在把前座已经调整到一个 相当宽敞的一个位置了 那我坐在这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整个这个座椅 它相当的宽阔 它的靠背很宽 它把侧支撑设计的比较的短 比较的窄 右前座和驾驶座调节的装置是完全一样的 那除了气垫调节和常规的座椅的椅垫的调节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小按钮 这个小按钮它可以单独调整整个腰靠的这种加持 它会把整个座椅的靠背收紧 然后呢实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包裹 另外就是宝马的这种全功能的座椅 它有一特点就是它的肩背部的支撑是可以单独调整的 它在这个按钮上 你看它可以向后打开 形成一个更加平坦的坐姿 而当你希望让它支撑更好的时候 你可以调节起来 它可以对肩背部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 上下这款车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动作 就是先把脚要放在这踏板上 然后你再下来 有了这个台阶之后 上下车就变得呢很方便了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这个这台车的后座了 这台车的后座呢 我们就不能够很简单的坐进去 去尝试一下空间 因为它有三排座椅 而在这辆车上 它的整个座椅的设计啊 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全电动 而且是多种电动的结合的调节 另外这种调节 每一个电动的调节都特别的方便 而且你觉得它整个的设计做的很精巧 我觉得在这方面 X7应该说 它的重要的卖点 就是在这后两台座椅的整个调节的能力上 你看在这台车上 你会看到电动调节的后座椅 那这台车它不是一个六座车 而是一个七座车 在七座车上 它怎么能让它有电动调节的座椅呢 因为这台车 它的座椅是424的一个布局 但是424的布局 在折叠整个靠背的时候呢 又是一个四六折叠 那它实际上在调节整个电动座椅的前后的时候呢 右侧是一个单独座椅的 40%的单独的分开调节 而左侧是一个60%带着中间部分的一个前后的调节 而且它还可以调节座椅靠背的角度 这个小按钮是一个一键回味的按钮 这个小按钮的作用是什么 很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那个商务舱的座椅 用一键来回到起飞和降落的那个出始位置 还有一重要的功能 就是当你在车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也可以利用给你提供的所有的电动按钮呢 去调节后边两排的座椅 它在车门的门框上 有两个按钮是调节第三排座椅的收放的 而且是分开调节 在X7上它所有的调节按钮都不需要一直按住 而只需要触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现在处在的是这个第二排座椅的空间最大化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把它调到最靠后 并且我还把靠背调到了最倾斜 特别是它有一个附加的枕头 来给我们提供最舒服的这种休息的位置 前座是我刚才调好的一个位置 后座给我一个大约30厘米的膝盖部分的空间 脚部空间的宽度完全是达到了大型SUV的脚部宽度的尺寸 现在我就看它有多大的调节幅度 我现在向前调节电动座椅 这现在我已经把它调到最靠前了 那我的乘坐的舒适感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 仍然还有足够的脚部的空间和腿部的空间 那这时候它的范围有多大呢 那这个幅度呢 大概是在15厘米左右 靠背的角度能要调节多大范围呢 它可以完全调整直角这种坐姿 那也可以适当的向后调 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调节整个的角度 还是挺充裕的 那这台车它的后排座椅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肩部的设计 正好是人颈部的下方的位置 再加上头部 它能形成一个特别好的适合于人体的后背脊椎的曲面 那另外就是这台车 我为什么说它是424呢 正常调节放倒靠背的时候是4-6 但是呢 这个中间扶手 它可以单独的去调节放倒 用一个拉绳轻轻一拽 它就能形成一整个20%中间这个放倒 那这时候你要是临时要放一个很长的东西 那是不影响乘客的乘坐的 作为一个超级豪华的旗舰型的SUV 所以它的后排的配置应该是非常齐全 对吧 左右分区调节的自动空调 加热的座椅 另外在下方还有CD的插口 后排的位置还提供了多媒体的屏幕 车门上你会看到4个除了电动窗之外的按钮 这4个按钮是干什么的呢 分别调节左右车窗的窗帘 那另外呢 还可以调节 你上面电动车顶的整个的遮阳帘 还有第三排座椅上方玻璃顶的遮阳帘 都可以在这儿进行调节 进入第三排的方法相当相当方便 只要按一下 这台车就会完全帮你布置好 这是我所试用过的最方便的进入第三排的方式 而且呢 它的进入的障碍是最少的 这台车在这一点上真正体现了 X7顶级的大型SUV的水准 你看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膝盖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间和前座的靠背基本上是挨在一起了 可是我仍然坐的还是挺松快的 为什么 很神奇 我的脚能够完全放到前面座椅的下方 而第二排的乘客 它的空间是富裕的 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请前排的人把座椅往前稍微调一点 我们就来把它调好 看一下 你看现在我就坐的非常的松快了 因为把座椅往前调之后 我的脚还能放到座椅下方 所以我整个的腿就可以放得很松 但是在这台车上我觉得仍然有一点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它是七座车 七座车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中间这个部分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滑轨 这个滑轨挤占了脚步的空间 如果它是一个六座车 这个滑轨就会向左方移动 那中间就会腾出一个通道来 那如果这么坐着的话 那就更加的舒适了 因为这个后排是一个两人座 它两侧挤进来的空间是后轮的轮拱 整个坐姿是向中间位置被压进来的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 六座车的实用价值远远高于七座车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就是我感觉 在这辆车上还有一点 它没想到 既然你后边的空间这么充分 为什么不让第三排座 能够座椅的靠背角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呢 但是作为豪华的SUV 给第三排乘客提供的空间上来讲 我在这辆车上的感受是最理想的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它给第三排人的待遇 绝对是豪华车待遇 为什么说绝对的豪华车待遇 第三排都有独立的空调 座椅加热 而且第三排可以单独 你自己有一个玻璃天窗 专门给你提供的能够调节遮阳帘的开关 而且在第三排上还给你提供了充电的插口 杯架 扬声器 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几乎一切空调的出风口 所以坐在第三排 这是一正儿八经的豪华第三排空间 最近我在开一些宝马车的时候 尤其国产的一些宝马车 我会感觉到宝马在像舒适性 像柔软性过度 而不是像过去我在欧洲开欧版的宝马车一样 有那么强的操控感 但是反而我在这款超级的大型SUV上 我感受到了宝马的那种特性 就是它的这种敏捷的特性 它入弯那一刹那的反应非常快 而且很直接 所以你在这种很盘旋 很崎岖的山路上去开这台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灵活性相当高的入弯特别快 那它要有这么快的一个入弯的响应 那就必须得有一个足够好的悬挂的支撑 像这么大的车在过去 它如果不是一个V8的发动机来驱动的话 那它就应该是一V12的发动机来驱动 但是现在这款车 它只不过就是用了一个直来六缸的发动机 它的功率和扭矩 其实也设定的很适度 它扭矩才只有450纽顿米 都不到500纽顿米 但是它的扭矩平台很宽 有3700转之宽的扭矩平台 这个在一般的车上也是找不到的 另外它的马力也不大 340马力 但是它的功率的平台有1000转之宽 它的功率的输出平台的宽度 几乎赶上很多涡轮增压车的扭矩输出的宽度了 这个是宝马发动机的 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那些非常精密的 尤其是它的阀门子控制系统 也就是电控气门系统 它的这整套这个系统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车上 它的那个优势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一旦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车上 你用一六缸去拖动它的时候 它的这个发动机的优势就很充分的能够表现出来了 那这一下就能使这台车 它在发动机的动力表现上和同类型的大SUV 可以采用同样涡轮增压六缸发动机的车 就有了明显的区别 其实它并没有采用所谓的48伏的系统来平衡它的涡轮持质 但是说实话这辆车似乎也不太需要这东西 它的发动机的响应性动力输出的响应性 也是让你觉着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甚至是超出你的想象 它的动力响应非常直接 特别敏腆 当然这个也要付出一点点代价 就是你的悬挂必须调的足够的紧致 你才能有这么好的稳定感 所以你在驾驶当中的一些路面的小的颠簸 小的坑挖 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悬挂有一定的硬度 但是这种硬度呢 它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减震或者说是弹簧 因为它用了空气弹簧舒适性其实非常高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来自于它悬挂整体的刚性的设定 包括那些球头衬套的设定 它的刚性是相当强的 才有这么快的反应能力 但是这个时候呢 短促的震动会让你有所感察觉 但是这种察觉 因为我觉得对于舒适性的影响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你完全不会抱怨这台车的舒适性 它不会支持你把它当一辆跑车开 或者当一辆性能的轿车来开 所以当速度特别快的时候 这种巨大的惯性和高重心 仍然会让你在进入弯道之前 必须要把车速降得足够的低 好在呢 就是这台发动机的性能真的非常出色 它能在很短的距离之内把速度提特别高 然后你在相当晚的时候开始踩刹车的话 它仍然能够极为有效的把速度降到合理的范围 让你很顺畅的去入弯 那么这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发动机才340码力 这么大一个车 你谈什么性能 但是零到一百加速 只有六秒多一点点 那你完全可以跟它来谈性能 而且它发动机的响应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我觉得这些驾驶模式的设定 我觉得非常有效 就是当你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 你只要调到运动模式就行了 那一些比较保守的人 你仍然可以继续用舒适模式 那么当然在山路上 我们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你就发现它的油门响应 反应速度特别特别快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货轮池滞这一说 而且它降挡的速度可以说是 干净利落 放到舒适模式上之后 它会把它的节奏会稍微减慢一些 那这个时候 它的车身的响应就没那么灵敏了 它的悬挂会放的稍微柔软一点点 另外发动机会比较爱保持在低转速 就是它会变速箱会升到 相对来说高一点的挡位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反应会变得略微间接了一些 可是只要你节奏是放慢了再开的 那你仍然会觉得它特别特别好开 城市里你开起来啊 虽然说非常拥堵车特别多 但是你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有一种开巨大型的车的感觉 非常放松开这个车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它视线非常好吧 然后另外两侧的视线也特别好 因为它窗台也比较低 然后后视线的那风挡很大 整个后窗玻璃往后看 后视线也一览无余 另外一个就是 觉得这辆车它特别好操控 很敏捷反应很直接 所以你开这车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很小的一种感觉 其实它里边空间特别大 而且这台车你仔细的去品一品 你觉得确实是个大车很大 但是开着的时候 一点没有开大车的那种 照顾不过来的感觉 特轻松 但是你开着它 你不会觉得这车特安静 就只要这车一走起来 速度一上来 你就会听到一种 这声音在这边响 可能这是它的一个 跟同期车比起来 可能是比较薄弱的一点 XC还有一点让我特惊讶 就是它这转向 不仅你在山路上操控的时候 你发现它转向响应很直接 很快 而且这车在特别拥堵的 狭窄的城市里驾驶的时候 特别灵活 这车转向 这种灵活 你要是没开过这车 你根本想象不到 它这车转向直径 竟然能这么小 而且它这个车头这么长 这么大的一个车头 竟然调动起来 它站的空间居然这么小 非常窄的路 一把窝进来 太灵活了 这个我觉得 对于整个车的底盘的调教 或者说它的设定 包马车真是做了一款 很优秀的产品 应该说也是业界独一无二 试驾完BMW S7 我的感觉就是 从功能上 从驾驶操控 从各个方面 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一个车 这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两点 一个就是它整个第二排和第三排 一个座椅的整体的调节和布局 做的实在是太棒了 特别是电动调节的功能 这解决方案应该说当今最完美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驾驶操控 这么大的车 它仍然体现了BMW纯粹驾驶乐趣的 这个核心价值 而且我觉得至少在这种旗舰型的超大的豪华SUV当中 这辆车的操控性 这辆车的操控性 无与伦比 实在是太好开了 整个这台车呢 我想给它一个五颗星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理由 保留 把这五颗星 消掉一点 为什么呢 我还是不喜欢说 那种标准化的内饰设计 一成不变的 所有的车都一样 特别是在这个X7这样的 顶级的旗舰型SUV当中 又是宝马历史上第一款这样的 大型豪华SUV 你应该给它一个专属的内饰的设计 而不应该用标准化的东西 再有一点呢 就是小小的问题 第三排座椅 如果能把靠背角度 能再进行一个调节的话 那就更加的完美了 当然要说推荐哪个车 其实我在内心当中 我还是很推荐六座的版本 而不是七座的版本 尽管这个七座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 但是七座的版本 说实话仍然还是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 它不能真正的满足空间和舒适上的 最完美的要求 而且呢 你真要拉七个人吗 其实没必要 但是你要说推荐哪款车 一百万的七座车 很显然 是你必须推荐的一个版本 好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夏冬平车 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的 我们试诚试驾的视频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踢车帮 用脚踢的踢 汽车的车 帮助的帮 只为爱车的你